東北的水患結束了嗎 沒有 像剛剛講的 東北現在已經開始水患 還是繼續還在維持著 對 這個特大洪風又再度的 就春襲東北 他們都說這個東西都不是海邊 都不是在港口 你要去看海 你要去看浪 不用 你在住家樓下 在城市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房子已經壓沒了 哼 都那鐵皮都已經看不見了 大陸遼寧民眾驚險拍下這一瞬間 房子已經淹超過一層樓高 還有地方被急流掏空 就怕下一秒房子會倒塌 馬上就到我們這個房子了 那邊是一條河 那邊的水 看嗎 看 船都滿了 那邊都滿了 滾滾泥水不斷湧入村莊 還有民眾的平房被淹沒 受困屋頂等待救援 大陸遼寧的葫蘆島 遭遇連日特大暴雨 當地河流迅速暴漲 造成多個村莊被淹 斷水斷電甚至連通訊都中斷 還有道路也被沖毀 就這情況 看到了嗎 大陸各地遭受暴雨侵襲 嚴重積水 在河北秦皇島 還有車輛被急流沖走 只看到這台轎車就這樣載浮載沉 隨著水流一路往下沖 直到撞到其他泡水車才停得下來 而村莊內還有其他車輛 也跟著被沖走 水有多大 從那個主街一直衝到這 看這個衝擊力 看這 看這個衝擊力 裡面是河溝子 這還三兩兩 琴皇島市區 淹水災情也很嚴重 大量公車車輛在路上拋錨 還有民眾冒險騎腳踏車上路 車輛已過造成的波浪 也差點將它淹沒 在陝西同川則是同樣面臨極端天氣 上一秒還在下著雞蛋大小的冰雹 下一秒卻突然狂風暴雨 當地民眾形容不到一個小時 路上就已經開始積水 淹了差不多一個輪胎高 他們也很少遇到這樣的情況 只能出門多加小心 東三新聞大陸中心 聚合報導 大陸河北秦皇島 在20號開始就下輕暴雨 可以看到畫面中有車子 就被水流一路往下載浮載車 直到撞到了其他的泡水車輛 才停了下來 而村子裡面其實也還有數輛車 同樣是被水沖了數十公尺遠 才被找到 根據當地民眾的表示 秦皇島其實很少會有這麼大的雨 而且還造成市區多地 嚴重積水的情況 不少路橋地下道 也都因為積水無法通行 影響到了交通 大陸氣象台也連續發布了 豪雨特報 可能還會一路下到週末 淹水的情況恐怕還是會繼續 你這樣是掌握到最新消息 這些都是哈爾濱的 在城市裡面 全部都已經淹上來了 然後很多人趕快把沙包去阻擋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這個已經淹下來 然後到了晚上以後 很多的民眾 你總是要出去外面吃個東西 你到晚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很多人走著走著 感覺上就差一點 就被沖走了 因為來講的話 這個水到底什麼時候退 所以大家不知道 但更可怕的是看一個牡丹江 牡丹江在這個地方 這個禁柏湖 你在過去來講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景點 可是這種畫面 你就想不到 以前這個照片都是什麼 都是一個涼亭 然後下面呢 就水面無波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美的畫面 可是呢 這個禁柏湖 水淹出來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好像是 誰的水龍頭 忘了關啊 全部都可以跑下來 那跑下來之後呢 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看到整個空拍族過去 真的是汪洋沼澤一片 誰都逃不了 你說東北到現在 還沒解除水壞 還沒有解除水壞 而且呢 這已經是他們的 第25次 25次的編號洪水了 到陸續以來已經25次 對 如果再持續下去的話 東北其實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慘烈 這些東西衝下去之後呢 你未來的農作物 你根本沒有辦法生長 沒有辦法生長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 明年的這個食物的攻擊 好 我們剛剛看到 你現在在湖南 知不知道 湖南現在淹水非常嚴重 那湖南水退了以後 導播我看這個圖 然後滿目倉疑 對 但過去來講的話 湖南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過去幾個月前 我們在講 湖南就是沒有水嘛 你沒有水 怎麼有農作物呢 結果呢 有水之後呢 現在呢 變成洪災啊 洪水時代呢 就變成很多的民眾 就受傷 現在來講 大概有10.7萬公頃的 莊架被淹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很會 會很大面積的影響到 他們的農作物 你覺得 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凱米颱風進到了中國之後 造成了很多的一個水壞 不只是到了東北 它現在造成北京很大的水壞 這個水壞有人講是天災 但是有人講是水 那個人禍 為什麼講人禍 其實北京 我們看到 它降雨量其實不高耶 才80毫米 80毫米對台灣來講 你會有點淹水 淹水過就算了 可是剛剛講 你就發現 中國的排水系統有什麼樣的糟糕 這個80毫米的這個水 居然水淹北京城 本來跟我們講 北京城叫做什麼 等於說 黃城之內 黃城之內本來應該是一片祥兒 結果沒有想到 黃城之內現在做大水 非常不平靜 比如說雨璇 80毫米 剛剛那台車被水淹的都看不見了 對沒有說 為什麼 因為代表他們水淹非常高 各位 你現在看到的是北京 換言之這個是天子腳下 你自己看 所到之處 每一條道路 每一條巷那種裡面 結果通通全部都呈現淹水狀況 但是為什麼我們講 這恐怕不是天災 而且車子被淹沒了 各位為什麼 這絕對是天災家人禍嘛 你自己想想看 80毫米 我們高雄或者是省地 隨便動輒的什麼 破百毫米 它這個是平均才80 結果你看 淹成這什麼狀況 換言之根本沒有任何路 可以去行走 甚至你知道嗎 他們市民的反應是什麼 哎呀 又看海了 代表什麼 根本不意外嘛 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來講 北京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你仔細看 它淹的那個高度高度 就連它的公車 你仔細看 連那個公車 從門縫裡面 整個水都一直淹進來 所以代表是什麼 這高度至少超過50公分以上嘛 而且更慘的是 你看走在道路上 他們還說在公車裡面 在我們講淹水的狀況下 有一台車非常敬業 結果各位你看到快遞車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了 但它還是拚命的 往目標前進 變成了無人快遞車 直接被水流沖走嘛 甚至就連他們的地鐵站 你知道嗎 那個水淹到什麼程度 他們很慘 因為還是得要上班 沒有放跟你講說什麼颱風架 沒有什麼淹水架 換言之他們全部 大家都是這樣 一早起來之後呢 就是各位你看到 這些人不是我們講的無業遊民喔 他們是等於說 就要把整個 膝蓋的袖 這個我們講的褲碗 給捲起來 為什麼 就只能這樣 踩著水 踏著水 默默的就這樣 淹到膝蓋的程度 然後去走上上班 但理論上寶傑哥 北京 對啊 天池腳下 你知道寶傑哥 你知道最大問題是什麼嗎 其實是牌子系統 因為這個雨 我們剛才看到的每一個畫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雨根本不大 就是說你雨不大 也沒有大風 然後大家還可以撐著閃 還可以行進狀況下 那你看這個雨算什麼大 油很簡單 因為北京根本沒有排水系統 北京根本沒有 沒有排水系統 對沒有排水系統 各位不是開玩笑 他也沒有下水道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當年他們在興建的時候 那時候很窮 根本沒有錢 所以他們就比照說 俄羅斯的這種規格去辦理 所以他們只有排水管 沒有下水道 那這排水管多出呢 大概直徑就一公尺而已 就是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嗎 後來他們去查那個排水管 因為北京很少會下雨 根本也沒在用 他們說大概80%的排水管 全部都打掉的 有沒有像我們看到排水管裡面 沒有疏通 有寶特瓶啊 有垃圾啊 有淤泥啊 反正全部都沉積住了 甚至呢 最後的是什麼 他們整個我們講 高達三分之二的排水管 全部都被堵住了 那你說以前北京都沒事啊 對啊 因為以前天氣沒有下雨 不會下雨 所以不會下雨 他們就說 我們幹嘛浪費錢 去弄這種排水系統 所以理論上來講 他們的排水系統 能夠應對多少 反正你知道嗎 36毫米 他們只能應對每小時36毫米喔 只要超過就淹 所以你看北京 難怪我覺得很困惑 是80毫米 當然是雨啊 雨也不小啦 可是80毫米 怎麼會淹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看他們 對於暴雨的定義 他們說 只要呢 12小時降雨量 在30毫米以上 24小時在50毫米以上 就叫做暴雨 保證這個定義很奇怪嘛 你來到台灣絕對不適用啦 當然喔 因為台北隨便都嘛 可以承受這個東西 但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辦法 去做這樣規劃 而且最可怕的是 現在這個凱米颱風 進到了中國之後 剛剛講的 在湖南這個地方居然散開了 散開一個地方 一個到了北京 然後呢 到了東北 所以保證哥 我們這樣講白喔 你仔細看喔 到底哪裡是港口 哪裡是水面 哪裡是河體 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理由很簡單 這個已經不是議題的程度了 是整個陸地 都變成它的河道 這已經 我們講的 潰題都沒辦法去形容了嗎 為什麼 因為壓力這樣呢 現在水的水位相當的暴漲 之後 他們說吉林的民眾完全慘了 慘在哪裡 第一個 我根本呢 路面呢 完全看不到 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他們甚至你知道 在這個河道暴漲的水位當中 看到什麼 保證哥你知道嗎 看到房子 竟然我們講 車子 我們先是介紹 車子被水流推動走 就很離譜了 他們是整棟房子 在水上呈飄飄房 不是飄飄河 也不是飄飄車 房子被衝走 對 然後他們民眾看到說 欸 拜託拜託 這房子 不要往我們這邊來 往對面去 你知道為什麼要往對面去嗎 因為對面其實就是北韓 所以他也說 所以你趕快往北韓衝過去 去撞北韓 欸 這次各位你看 房子 對 整棟房子的屋頂就是這樣 怎麼飄不飄著 而且更慘什麼 他那邊養了非常多的鱘魚 那鱘魚呢 全部都是用養殖漁業的方式 所以是養在河邊 結果沒想到這些魚呢 全部通通放生了 變成自由了 為什麼 整個魚 各位你看到喔 現在畫面 索極範圍在 大量大量都是什麼 都是養殖的魚箱 這些魚箱就這樣 通通都被我們講衝著走 房屋也被衝著走 甚至更慘你知道什麼嗎 吉林有人養蜜蜂 他本來蜜蜂是放在 也是什麼樣子 陸地沿岸的這種地方 這個地方 對 結果你看喔 這是什麼 蜂箱 這是什麼 蜂房 就不只蜂箱 不只蜂房 那蜜蜂咧 全部都被蜜蜂 不知道 那你知道整個 中華很慘 甚至他們慘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們是坐在小區樓房 他們就站在高樓去拍這些畫面 他們就說 我們聽到警報了 不知道那是什麼警報聲嗎 北韓都有警報聲 他說你看 北韓那邊全部都淹水了 所以代表是整個合體兩岸 不管是北韓又或是吉林的地方 根本沒有地方倖免嘛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這種山體滑坡的狀況 根本變成一個普遍的現象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山東 山東這個地方 居然剛剛講那個山體滑坡 只差毫秒的時間 就陰陽兩格了 對 為什麼 因為你看 仔細看那個高速公路 高速道路 他們整個汽車趕快往前 拔腿直奔 秘密又很簡單 他整個我們講 承載這個降物量過高的狀況下 你有沒有看到 那整個山坡跟泥流一樣 那是完全沒有凝固 因為一般來講 山體滑落 你可能好歹還會有什麼狀況 好歹你還會說 哎呀 是一塊一塊掉下來 他這不是喔 他這個已經完全變成 漏瓜麻 代表他含水量過高 甚至更慘是什麼 同樣是在山東 煙台有個地方 整個營業之內的原本那個橋樑 還全新的美輪美煥 結果沒有想到一瞬間 各位 這很離譜 這不是斷掉而已 他整個變成 我們講的 碎塵四片 五片 六片 七片 八片 你知道現在水煥的狀況下 整個中國遍地叫做民不了生 中國以後 因魂不散來形容這個凱米颱風 它對於台灣造成其他傷害之後 進到了中國 跟他講 真的是一路北上 已經昨天造成了湖南那個 所謂的大安水 今天跟他講山東 哎 山東整個山體滑坡這麼嚴重 寶傑他是山體滑坡 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這條是什麼路呢 這在山東非常重要的 紀維高速 結果我們講 寶傑你知道 因為連日的下雨之後 他們可能也是因為坡了 設計不良之後 你看整個山體這樣滑坡 剛剛那一台車真的是千軍一發 只差一秒鐘時間 真的 你看 就差一點點 就差那麼一點點 它只要慢一點點的話 它可能真的會被活埋的一個狀況 那你看這個整個這樣 這個滑坡這個路段 哇大家看到完全嚇傻了 那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也在調查說 那這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一件事情 是設計不良呢 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好 這是在紀維高速的一個 這個山體滑坡的這個狀況 那其實不是只有山體滑坡 寶傑還有什麼 因為在煙台的時候也是下大雨 下大雨之後 整個這個土石流往下墜 那往下流下來之後 這個橋面已經受到 這個非常大的衝擊之後 你看就整個橋又斷掉了 而且它斷掉了寶傑 它不是斷 不是直接斷掉 它是裂成四分五裂啊 那在台灣來說 可能就整個橋被這個沖毀 這是本來一座橋 但它不是被沖毀 它是被弄得四分五裂 所以顯見什麼 寶傑那這也看得出來 你看它中間沒有鋼良啊 這時空平均也太爛了嘛 時空平均也很爛嘛 所以你知道 欸 寶傑這更糟糕的是什麼 因為有車子就在那個地方 有車子在這個地方 那很多車掉到這個地方啊 掉下去了啊 但是索性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馬上就把這些人救出去 目前為止 並沒有太多的 沒有傷亡的這個狀況 不過你從這個 你也看得出來 欸 這你從橫切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根本就沒有什麼樣子 沒有梁嘛 這個橋根本就是怎麼 所以你一定說這樣子弄出來的這個橋 當然是沒有用 雖然是讓這個雨呢 造成這個 除了山東非常大的這個災情之外 欸 天子腳下 北京也出現大雨 北京也大雨 對 你看北京真的下大雨 你看這這一帶 尤其在這一帶 中間這一帶 雨下了非常非常大 但是不過呢 他們這個日雨量來說 大概大概八九十 好比左右一個狀況 但是也造成了北京的 真的非常非常嚴重 包括說什麼石井山啦 海定區啦 這個門頭溝啦 倉平啦 懷路等等 對 都下了非常多雨 那下了雨了之後 你就知道 你看北京也出現這樣 水已經水箱折骨了這個畫面 對 目前為止水淹輪胎啊 所以北京目前為止 有很多外賓來啊 這個義大利總理來 就沒叫水淹成這個樣子 大馬路變成這樣子 對 另外 民眾現在就開啟所謂的看海模式 欸 我就來看看海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那真的 北京到處都是淹水之外 你看連這個公車 公車也是已經都淨水了 那不只是這樣子 因為很多的這個民眾 他剛好去哪裡 剛好去這個北京的這個 萬里長城那邊去看 就被他去玩的時候 突然起大風 下冰雹 你看這些人就只能夠躲在 這個萬里長城旁邊這樣 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那事實上 這一次的這個 凱米颱風的確也在中國 造成非常大的損害跟損失 各位觀眾現在 這已經中心離開台灣了 離開台灣以後 他們進到了中國 中國非常緊張 他說根本就是整個 西太平洋的瘋王 是 因為現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凱米颱風他現在要登陸到了 福建進去 福建進去之後 因為他的這個雲雨帶 還有他是非常的威力很強 所以他們現在講到說 怪不怪就像去年的一個 杜蘇瑞颱風一樣 所以影響到的可能是 中國十個省 你知道嗎 這個浪也太高了吧 對 他的浪至少有五六層樓的高 然後他們就講到說 現在你看他才剛登陸而已 就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性 所以他們想到說這個 從福建去之後 一路往北啊 包括浙江 包括江西 你看這風大到什麼程度 他其實是個貨櫃 整個被吹翻了 被吹翻之後 他怕這個貨櫃又再度被吹起來 所以他弄了兩台吊車 一個吊前面 一個吊後面 因為他們說 我們現在最好不要移動他 最好的方式 就讓他穩在這邊 不要動 所以用兩台吊車 把它給固定住 他們講到說這個太新人了 難怪人家說 所以已經有貨櫃車被吹倒了 對 貨櫃車被吹倒 而且是十級以上的一個 一個強風 他們講到說這個其實 光是在福建才剛登陸 就造成這麼大的影響線 你看那本來是馬路 就因為水已經從旁邊的河 直接淹到馬路上 所以開過去 不然你這樣遠遠一看 你會以為整片都是汪洋 所以這個福州這邊 已經開始有淹水的狀況 再來還有哪裡呢 這是浙江的舟山 浪之大你看 一樣你看那個波浪 已經有點分不清楚 哪邊是岸上 事實上有燈光雨影 右邊的這邊 其實原本是馬路 原本是類似堤防 可以在那邊逛一逛 就現在浪大到整個 全部都被水淹沒在裡面當中 而且他們就說 你看這個白天 這個應該也有十 大概七八層樓高的一個巨浪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 那個他們才剛登陸而已 就已經對於中國這個沿海部分 還有呢叫一路往北 甚至到安徽這個部分 都受到影響 難怪中國這麼緊張 中國很緊張 因為他們就很怕 像去年的一個杜蘇雷颱風 去年杜蘇雷颱風 對中國造成六百條人民 一百五十多億人民幣的一個損傷 這是你看 浙江領海準備沙包 就是這全部都是沙包 就是怕就是去年同樣的一個災情 會再次重演 那事實上大家會想到說 我怎麼感覺上不是從那一個 福建這邊登陸嗎 為什麼好像連河南河北 甚至連東北這個部分也嚴陣以待 你看這是哪裡 這是瀋陽 瀋陽的暴風雨竟然是用倒的 你知道嗎 想說這個雨也真的是太驚人了 所以你說現在中國大陸內部自己 其實是風雨交加風雨不斷了 我已經有風有雨了 結果你還跟我來颱風 是 而且他們講到說 事實上從上個月 從六月份開始 其實中國就發生很多的一個災情 那現在再加上這一次的颱風 所以才會災情這麼樣的慘重 你看在暴風雨當中 那個人根本完全沒有辦法 走著走著就跌倒了 因為那個地也真的是 讓你沒有辦法繼續行走 那還有包括哪裡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他們高速入口全部都已經封閉起來了 然後這是吉林 想說奇怪 我福建的颱風怎麼跟吉林有關係 原來本來有另外一個強降雨帶 那因為颱風的關係把它往北 往北極 所以現在包括吉林這些地方 一樣也都是暴雨 然後所以你的那個汽車 全部都被淹在水裡面 然後晚上從白天到晚上 暴雨整個街道都成了一個河道 這個看得起來 你想到說怎麼會 怎麼海邊呢 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馬路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中國從這個六月 七月一路以來 可以說是水還沒退 結果沒有想到強降雨 再加上這個颱風的來襲 所以整個中國他們說 有一半的省份都泡在水裡面 人家很可怕 叫他趕快跑 為什麼趕快跑呢 因為這個馬路竟然就這樣斷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真的驚問我一定都嚇死了 還好這個人跑得非常快 因為真的你如果跑不快的話 你很可能就命上皇權 所以他們都講到說這個中國 半個地方包括甚至連甘肅跟內蒙古 都被傳就是整個泡在水裡面 你看這個汽車整個就被沖走 這是哪裡 這是甘肅耶 甘肅龍河的 它竟然會因為強降雨的關係 引爆了山洪 衝斷了路面 所以這樣就整個車子就在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人 你如果裡面有人的話 那真的是可能那個小面也不保了 他說場面其實非常的觸目驚喜 中國其實還是水患不斷 對 水患不斷 他們就說到目前為止預估 大概有1500人會受到相關的影響性 然後有大概上萬人 都必須要千里到其他一個地方 房屋 道路都被這個沖壞了當中 那除了剛提到的甘肅 竟然也受到這樣同樣的狀況 還有哪裡 四川 這四川 這個韭菜溝 這個部分 你知道竟然也是很可怕 就是也是那種山紅包包 然後那個落石 然後也是一樣 因為強降雨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發生的土石流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很多的 包括你看這是什麼 就是剛提到的 就是四川一個救難人員 然後他在救災的時候被衝走了 你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人就趕快 被漂了數公里 很多人趕快去救他 所以這個真的是險象環深 還包括四川的盧定高山 也一樣就是高山的落石 雜象公路 所以他們都講到說 現在整個中國 包括連內蒙古這邊 竟然也發生了一個大水 所以可以看見整個中國 從六月 七月到現在 福建登陸的這個隔米颱風 恐怕會為中國帶來更多一個災情 現在中國剛剛講的 你是全面的做水災 因為七大水系 從松花江 寮河 海河 黃河 淮河 長江 珠江 全部做大水 對沒錯 事實上寶傑剛才點到的 七大流域來說 目前為止都在做大水 而且你知道 中國有所謂的七下八上 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 是最容易做水災的畫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畫面 都是最近的畫面 寶傑那事實上從什麼開始 剛剛開始要笨爛 沒錯 我們先從長江開始說 長江的上游在四川這一帶 你看在四川的這個內河 這個內江的田家鎮 寶傑因為上游 這個出現這個泄洪的狀況 你看整個鎮上面的說話 所有的商鋪都被淹沒 寶傑我們不是講嗎 因為長江的上游 在這個四川跟重慶這一帶 對 四川重慶這一帶 目前為止水晶淹上來 水晶淹上來的時候 他們說什麼 欸 你這樣不對啊 我們這樣刀淹看 趕快泄洪吧 所以這幾天呢 這個長江這個大壩就泄洪了 三峽大壩九孔全開 現在九孔全開 結果九孔全開之後 寶傑他們還做什麼事情啊 他們呢 官媒怎麼說 很多民眾到這個地方來看 壯闊的泄洪的畫面 欸 寶傑你這個根本是 這個很有可能會致命啊 為什麼 它上面的水都淹下來之後 下游就一定會氾濫啊 你不是講嗎 現在的湖南湖北都在淹水 對 湖南湖北在淹水 你見過你長江上游 中上游 你的三峽還在泄洪 你不是整死人嗎 對 你看他們還說 猶如什麼 萬馬奔騰咆哮而出 欸 你好像是在喜事 在辦喜事 但是下游民眾看得很心驚啊 沒有錯 現在上游 因為淹還在持續下雨 所以他們必須要泄洪 但是下游你看 它一泄洪之後 你看下游的這個湖北的這個 丹江口已經馬上被淹了 這是湖北 對 因為湖北就馬上 因為他們首當其衝嘛 你就在這個地方泄洪之後 下游的湖北湖南 就完全首當其衝 所以你看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這是車頂 這車頂的部分 你說說水 Hoe何ect 所以他們當地民眾他們說 咦 你怎麼在這個時候泄洪啊 所以 但是他們還是把它當成 喜事來辦一個狀況啊 剛剛講的 現在有人講說這個 整個湖南 湖北叫 == 星巴克 他叫喜巴克 對 為什麼喜巴克 因為那個水 感覺都像泡在咖啡裡面 對 為什麼他們現在就說 我們都在喝錫巴克 為什麼泡在錫巴克裡面 為什麼 因為星巴克是咖啡 咖啡的顏色你看 這個水的顏色就真的很像咖啡 拉鐵的顏色 因為現在都是錫巴克這樣一個 他們等於是有點算是 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那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丹江口 丹江口就是因為除了這個 長江三峽的洩洪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最近剛好這邊也在下大雨 這等於是雙管齊下 上面下暴雨 然後是個長江三峽的水 再往下淹 所以你看目前為止 丹江口這個地方 大家民眾都已經快要笑不出來了 你看甚至淹到什麼 淹到這個所有的車 都被沖成一排的這個狀況 被沖起來 對 被沖起來 沖成一排的這個狀況 甚至連襄陽也是一樣 你看襄陽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你看整個城市裡面來說 到處都是淹水的這個畫面 你看甚至這個民眾來說 他們現在被淹在水裡面 只能夠站在車頂上面 來求救的一個畫面 那你看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長江中下游都是在 長江上游淹水 長江下游也在淹水的一個狀況 而且現在 欸 中國人非常憤怒是 你照理講 你水壩應該有調節水源的這個功能 沒有 現在剛剛講到 你現在天上下大水 你照理講 這個時候水庫應該去海洋水源 沒有想到 現在不但是三峽大壩九孔全開 河南現在也非常嚴重 河南為什麼這麼嚴重 因為河南的水庫也全部在洩洪 寶傑 目前為止你看 這就是長江三峽大壩 它這個九孔全開的這個奔騰的畫面 那你知道事實上很多人都說 欸 明明我們這邊已經沒有下雨了 因為前幾天或許有下雨 沒有下雨 為什麼水還淹 還在淹水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上游的這個水庫全部全開 那中國在很多河流的上游 都有非常多水壩 它原本都是要燃水來發電 但是呢 燃水發電之後 結果沒想到在下雨過後 他們這個水壩怕撐不住 趕快洩洪 所以反而是因為呢 下雨之後呢 反而水會淹得更厲害 因為水壩燃了更多水之後 一放出來之後 全部都在淹水的一個畫面 好 所以你現在在看到的畫面 它是河南的畫面 河南24小時發了5次的暴雨情報 而且你看這畫面來說 你知道中國多慘 我們剛才講的是長江流域 所以都在什麼 四個四川 都在這個湖南湖北 現在來到了北邊在河南 河南是什麼 河南是黃河流域 現在黃河流域也是一樣 你看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在河南的這個州口 這個地方來說 洪災也來了 因為為什麼 他們在幾個小時之內 下了這個600毫米的雨量 下得非常大 但是黃河的水位也往上暴增 所以目前為止整個 你看河南這個地方來說 你看已經民眾都已經被攔邀了 那他們好不容易在家裡面來 撐起這個 弄起這個防水壩 那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甚至公車 這是南洋的公車 公車裡面都已經進水 進成這個樣子 那很多小區裡面雨下太大 所以小區從這個上面水往下灌 你看這個下雨就知道說 當地的雨下了到底有多大 那下雨的關係 他們目前河南當地已經說 他們動用所謂的推土機 動用所謂的小艇 把很多人都移轉走 那實際上哪裡最可憐 農民最可憐啊 很多豬啊 很多什麼農圈啊 都被泡在水裡面 很多死亡的一個情形 現在他們都真的覺得說 這一次的災情未免也太過嚴重了吧 颱風搖滾區裡面 甚至中國大陸西洋局也非常簡單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強臺等級 而且他說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怪獸 對 現在來講這個怪獸呢 其實大陸那邊非常非常的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各地來講 都是強降雨的一個情況 現在來講 這個凱米還沒有來 但是呢 在海南島這地方有巴比倫 巴比倫其實只有他的五分之一大而已 五分之一大你看一下 這樣掃下去之後呢 他們巴比倫已經把海南島 幾乎蹂躏到不成樣子 我們一個導播一個人來看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幾乎是整個畫面是可以看到 暴雨下 對 暴雨下來講 但是下在海南島上面 這個颱風已經讓這個海南島 已經快受不了了 甚至呢 還有這個狀況是 油罐車 你看油罐車有多重 油罐車呢 在行進過程當中就直接卡住了 然後陷到裡面去 我們看一下油罐車的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讓大家想到說 哇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直接卡下去 被吹倒了 但是幾頓重的油罐車都會少下去 然後呢 其他的地方呢 路數也是連根拔起 那我們在講說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是目前的巴比倫 那如果是 凱米颱風 五倍大的凱米颱風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了 中國有九個颱風被除名 九個颱風被除名 都是類似的路徑 對 九個颱風都是類似 直接打到福州 直接打到浙江 我們先看一下龍王颱風 龍王颱風 大家聽到這個名字 其實印象深刻 但是已經是2005年 那個時候他就是登陸福州 導致全城被淹 所以呢 有上百人的一個傷亡和失蹤 所以龍王颱風之後呢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害怕 所以龍王颱風的名字就拿掉了 就拿掉了 但是呢 這名字大家都非常有印象 再來是蘇迪勒 蘇迪勒也是中國福建 大規模的一個停電 然後34個人死亡 再來是莫蘭蒂 天歌山竹 最可怕的就是 大家印象最深刻是 宣蘭諾 因為宣蘭諾來講 對台灣來講 大家都會有印象 那個時候看這個路徑圖 就是覺得說他要 給了來了嘛 對不對 就要往這個地方來打了 結果沒有想到 竟然在這裡 9月1號 9月2號 然後V型反轉 V型反轉 打到哪裡 浙江 直接往浙江福建那個地方下去 所以下去之後呢 當時造成他們很大很大的一個傷亡 所以他們說 這是一個超強的一個颱風 那如果這是一個開明颱風 這樣子過去 又沒有經過雙鑲山脈 來破壞它的結構體 那是不是就跟過去的這些龍王 宣蘭諾一樣 要直接打到福建 或是浙江 而且你想說現在中國 不是孤陋先逢連夜雨 現在整個中國的水壞不在 在七大水壁裡面都有水壞 對 你終於水壞這麼嚴重了 結果你還有一個颱風要過來 而這個水壞恐怖在哪裡 我們跟你講 你現在在重慶 你現在在陝西 你現在剛剛講 你現在在這個鄭州河南 你現在在這個山東 全部淹大水 現在來講沒有一個地方不淹水 河南鄭州那個時候呢 其實2021年7月20號 720他們都印象深刻 因為在2021年720發生了這種強暴雨 造成很多的一個傷亡 所以剛剛說720我們終於躲過了 但是你躲了過初一 躲不過十五 因為722又來了 他們說呢 鄭州是一秒入夜 他們這種颱風來之前 都沒有 都還沒颱風來 一秒入夜 他們說這個畫面看過去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縮時攝影 感覺上就是一個雲層過來 然後呢一個 一個黑雲 然後過來之後呢 全程入夜 全程入夜之後呢 就開始下大雨 然後開始刮殘風 然後很多的人就想說 哇 完蛋了怎麼辦 甚至呢 有人呢 直接在公車裡面 水花就漸進來 然後呢 在公車你算還好 這個畫面是因為公車底盤比較高 有些人是開私家車 開私家車你不敢下車 然後呢 躲在車上又怕被衝走 就這樣子受困了好幾個小時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他們就想說 如果在這種情況 颱風還沒有來 然後呢 就全程淹成這個樣子 而且剛剛講的 不是只有 剛剛講的正宗 現在山東也一樣 對 其實山東來西方的話 非常的可怕 它是晚上 然後晚上的時候呢 突然變白夜 這個我們剛才講是一秒入夜嘛 這個是 黑夜變白天 為什麼呢 因為瘋狂的打雷 瘋狂的閃電 他們一開始 這個拍攝影片的時候 還在數一個兩個 沒辦法 沒辦法數了 因為它是連續的 這不是replay的重複畫面 它就一直打雷 打雷閃電 打雷閃電 對 然後那種暴雨的情況 我們看一個畫面 暴雨衝到了街道上面 另外來講的話 這個畫面我覺得非常的辛苦 這是一個物業小姐姐 物業小姐姐 那個時候呢 發現 雨進來了之後呢 怕淹到客戶的車 怕淹到住戶的車 竟然一開始 拿個板子 擋住水 結果沒有多久 擋不住 對擋不住 那個水就這樣 吼嚕嚕嚕嚕嚕 後來自戶就跟他講說 算了吧 別擋了 就走吧 咱們撐不要了 因為這種情況 一開始它都是 小小雨 小小水 你都覺得說 我應該撐得住吧 可是一瞬間 雨就淹起來了 雨就淹起來之後呢 你擋都擋不住 中國更緊張 因為它要直步中國而去了 是啊 尤其現在其實呢 中國的這邊的鄭州 已經陷入了一個暴雨的狀況 他們在一兩天之內 應該是說 大概不到24小時時間之內 你現在他們就說 一夕之間 整個天空都變成烏雲一片 然後呢 強降雨的狀況 然後呢 局部甚至下了100毫米 所以導致 其實鄭州非常多的地方 全部都淹水 你看真是 整個水 就是從樓梯這樣整個排下來 那我們知道 其實鄭州在2021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 他們的京廣路隧道淹水事件 所以你看到平面的那個 都已經淹了這樣的水 那麼高 而且坐在車裡面 甚至就有比輪胎 他還要搞一個情況 潛艦鄭州這一個 一天之內的一個強降雨 導致的真的是 淹水的地方很多 包括你連坐在公車裡面 你的這個下面的 他們都說大腿都已經濕了 所以就想到說 這個也他也不過才下幾個小時雨 怎麼會搞成這樣 嘿這是什麼 狗狗在幫主人推車 就是在幫他主人 祝他一臂之力 他們都想到說 真的是這個強降雨的狀況 連那個狗狗也 你的車子都拋錨了 都拋錨了 然後他們就由這往下拍的狀況 你看其實上裡面 隨那個道路裡面有多少次 全部都是泡在水裡 因為我現在看到這個是高架 高架底下是道路 道路都泡在水裡了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然後他們就想到說 天啊這一次 不知道要有多少車子 就因此要泡在水裡面而壞掉 然後他們其實很多人都拍影片想說 這是讓我想到了上那個 三年前的那個720那一字 你知道那一字那個隧道裡面 淹了一百多輛的車子 有六個人上面 所以他們每個鄭州人 只要像看到這樣子的強降雨 瞬間那個整個記憶又回來了 然後包括這個也是 你看整個車子又泡在水裡面 很多地方都是同樣的情況 還有呢河南的高速也一樣 就是被整個水 你看它整個這個 你看水淹成這樣 高速公路上水淹成這樣 到最後他們怎麼樣呢 他們只能回頭 所以呢本來是有往前有沒有 這裡前面全部都淹水 所以他就從中間的那個分隔島 弄出了一個路 所以那些人全部都開回去 有沒有 因為前面水太深了 對 完全過不去 所以他現在全部都只能回頭了 你知道 他們就說車子開著開著開一開 還飄了起來 因為這水真的是淹了 而且那開車人還想說 哎呀前面那樣那樣的車能過 我們就能過 我們就能過 就突然之間就浮起來了 然後呢他們就是還有講到什麼呢 他們就說這個車子怎麼感覺上 也不是下了一點雨而已 才下了幾個小時雨 為什麼會淹成這樣 所以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現出說 事實上的鄭州啊 這個之前排水的工程 根本就是作假的 你這其實非常危險 那個人怎麼樣 他把他的手機 咬在水裡 嘴巴上 為什麼 因為他去分享他的地 他的位置 給這些救難人員 那個水已經淹到他脖子了 對 就淹了一兩公尺 然後你看還好他從頭到尾 他嘴巴都咬著那個手機 所以他可以分享 你看他抱著一棵樹 他可以分享他的位置跟救難人員 所以他還好的 他真的就是幸運的脫離險境 然後人家說 哎呀你還真的是蠻機靈的 然後後面就講到說 其實類似的狀況真的很多 那你包括這個十萬隻鴨場 整個都潰堤了 然後所以那個鴨 FREEDOM 然後就開始亂竄 你知道嗎 所以所有的鴨全部都開始逃開了 但是你也知道 就是說像類似的狀況 你就講到說 為什麼老是又是鄭州 感覺上只要下雨 鄭州這種情況都不 只會淹得更慘 沒有最慘的一個狀況 他說最簡單一件事情 就是過往幾年 不管是每一年都在所謂的整治 每一年都在是做這個排水的工程 但是每一年事實上都不成功 像那個去年才花了25億元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排水系統 是要貼磁磚 而且他們就說不是啊 這次雨根本就沒有淹到那邊去 所以換句話說 他說貼磁磚根本就要不然就貪污 事實上也沒有任何的一個 整治水的一個功能 市長 剛才講的是 他說這個 這個閃電列車 這個雷雨包居然高達1000公里 1000公里居然一波一波的 往台灣而來 台灣來現在田園已經抵達台灣了 沒錯 在中國 包括說從長沙江西福州到廣東 都造成嚴重災害的雷雨包 準備要來到台灣了 就閃電列車來了 閃電列車或是我們把它叫做說 華南雷雨冰團已經渡海來到台灣了 那今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在金門馬祖那邊 都造成非常大的風雨 你看金門這個水淹整個金門城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金門整個街道上面都淹滿了水 金門淹水 也是有瞬間大風 甚至淹到什麼程度 淹到廟的香爐 香爐都變成是金魚池 你就知道水淹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在金門在我們外島發生這麼大的水患的情形 這是早上 寶傑你看現在到傍晚的10分 傍晚從下午開始你看 北部應該感受到這個風雨變強的一個狀況 我現在就看到怎麼搞的 你去中午去吃飯的時候 還覺得非常的炎熱 天氣還非常暖就行了 上了下午3點變天了 而且這個好像來到晚上的感覺 跟我們之前在講到 中國突然之間就從白天變黑夜的感覺非常像 而且突然就下暴雨 那下暴雨之後 現在已經有小福災情出現了 包括說土塵 土塵來說在這個剛才的時間裡面來說的話 土塵的樹已經倒了 就雨下了太多 你看在這個公車後面 你看一個樹就倒了 土塵就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甚至因為風很大 在我們在信義區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裝置藝術被吹起來之後 還砸到了旁邊的旗幟 是在台北市的信義區有強風 對 好那這樣 因為我們就講 現在這個1000公里以上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閃電列車 或者叫做華南的這個雷雨兵團來說 渡海過往你看現在一波一波 這邊一波後面也非常多 所以他說未來兩天的時間裡面來說 恐怕台灣都會收到所謂 風大雨大的這個情形 各位觀眾朋友可能要格外的小心 而且你剛剛想說 現在這個雷雨寶 為什麼特別注意是 這個閃電列車經過了廠殺 經過了江西 甚至它也在廣東的上空排會 都造成了災害了 對 我們剛剛看到說 它這個所謂的對流雲氣來說 快速的這個移動 那快速運動所到之處來說 真的造成非常 這個就是它的對流雲氣 對 而且你知道 半水什麼 閃電啊 還有大風 你看這是什麼 這是在這個廣東 這個三圍這個地道 而且你看 他們原本來要坐車 就你看在坐車上面來說的話 這整個高鐵的月台上面來說 這個人家就說什麼 這個風速搞不好說 比高鐵還要更快 你知道吹到這樣 每一個人都完全抓不緊 抓不緊 完全沒有抓著這個水 藍開的話 抓住 但是完全沒辦法 你看這整個高鐵站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甚至整個高鐵站上面來說 完全都是風大雨大 甚至在三圍這個地方 下雨沒多久之後 馬上你看 這不是河流 這原本是大陸 大陸之後馬上你看 家裡面門口 沒幾個小時之後 居然已經淹到我們家門口裡的情形 已經整個這個三圍的道路 變成是河道這樣一個情形 好 那除了我們剛才講 所到之處都造成災對不對 三圍造成災 考捷這是哪裡 這是福州 福州就是說 前幾天晚上的時候 整個晚上全部都在閃電 他們也是一樣 他們抖音他們有非常多影片 至少閃了好幾百次的閃電 閃完之後就開始下暴雨的狀況 你看整個晚上 一直在那邊打雷 整個晚上閃電打雷的情形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還有長沙 長沙也是一樣 我們看看這個時間點 這時間是什麼 是中午12點 你會覺得你看 馬上變成12點 一秒入夜 大家想說這是真的還假的 這是真的 他們就說開車的時候 現在是12點 中午12點 不是晚上的時間 你看馬上 這變成這樣 這都是幾分鐘的時間 就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黑夜 然後他們馬上就下暴雨 你看下暴雨之後 所有的民眾都被困在這個暴雨 你看這個雨下 都打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就講吧 事實上這真的是下得非常誇張 就一秒鐘之後變成黑夜 黑夜 這個雷雨帶就是 即將來台灣的這個雷雨帶 沒錯 一秒鐘變成黑夜 黑夜之後又下暴雨 下暴雨的這個狀況 那你看事實上很多人就是這樣 原本的時候 沒多久就變成是黑夜 黑夜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路燈 原本他們路燈都會設定時間 他們地方政府是要把路燈打開 你沒辦法 打開了 你看要不然的話 根本就是完全看不到 晚上才看得到 晚上的時間點還沒到 他就被迫要打開了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很多民眾還拍下什麼 還有球形閃電 這個閃電很多種從上面打下來 還有球形閃電 在那邊炸開 對 所以你看 就類似這樣球形閃電 在這個門口這樣就炸開 所以大家無法想像說 這個對流雲到底是多誇張 而且這場場非常可怕 是原來這個地方本來就有沙塵 沙塵以後這個雨又來得特別快 它居然出現一個 我們很難想像的雨塵暴 對 就是風雨 然後加著這個所謂的灰塵的這種 這個塵暴 所以你看這個你看 這個看起來的話不像是雨 還帶著一種灰灰顏色的感覺 所以就是雨塵暴 這個可能在當地民眾來說 怎麼會遇到這樣的情形 他們都沒有想到 這個地方這樣子伸手不見五指 對 我就講瞬間變黑 白天變黑夜之後 還伴隨著這個雨塵暴 另外一個因為雨下得太大 我們看中國的高鐵站來說 當然是建設相對比較好的 結果被想像在長沙高鐵站 因為一路下雨的這個狀況 你看到處所到處 完全都噴水 人家就說原本的長沙高鐵站 現在變成是水連洞的一個狀況 那你在長沙高鐵站裡面 你還有撐起雨傘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被淋著 落湯雞的一個感覺 長沙這麼嚴重 非常嚴重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大樓 因為雨下得太大之後 年代你看大樓這個磁磚 整個就完全被刮下來以後 完全就不斷地往下掉了一個狀況 那這為什麼它沒有往下掉 因為風一直在吹它 所以你看它很慢很慢 它往下掉 你就知道說那個風到底是多誇張 但是還有這個民眾也非常倒楣 你看他在走在路上的時候 他原本撐起雨傘 已經被風吹了一路 他沒辦法站穩 就因為它旁邊有這個的 那個鐵捲門已經被打到圈子 它捲起來之後還擊中它 所以現在真的整個 鐵捲門都被吹掉了 對 都擊中它 你看 所以在整個這個 在中國的華南這一帶 從長沙 福州到廣州這一帶 都造成非常大的這個災害 這個華南雲以兵團 現在已經正式抵達台灣 所以台灣民眾千萬不能夠掉以輕心 而且剛才講的前一陣子地震 現在又碰到好運 又要非常關注的是 我們看到現在的畫面 中橫 中橫就剛剛講的 因為吐石鬆動 又加上的風搶雨傘 現在中橫剛剛出現什麼 那個中橫 現在也出現了大幅的貪荒跟落石了 對 沒錯 實際上我們知道中橫目前為止 在搶救的這個狀況 原本開開關關的一個狀況 就被想到今天早上的話 這個流芳斷這個地方 太崩塌 為什麼我們要留意呢 保證你知道 因為這最近不是常常地震嗎 地震的時候其實已經讓我們山區 很多地方的土石鬆動了 就現在又扮嘴 如果那些大豪雨下下來的話 你覺得會有怎樣的災害出現 所以說我們要非常小心 那我們剛才講 除了這個金門 目前為止已經不分的災害之外 你看風大化 你看連板橋車站的圍裡 都被強風給吹吹掉了一個情形 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 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時候 還有後天的時候 大家都要小心這種風大雨大 然後瞬間可能會一秒變黑夜的情形 好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最新的 整個海溫 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這1000公里的這個雷雨包 1000公里的閃電列車 這麼來得又急又凶 水溫全部破標 保證 實際上以今年來說的話 今年的全球溫度一定會創歷史新高 為什麼 因為水溫太高 我們就說水溫太高的時候 會造成極端的氣候 極端氣候 尤其你看 我們目前為止來說 在中南半島這一帶 或是說在台灣這一帶 周邊水溫都非常高 水溫非常高的時候 可能瞬間暴雨的情形會非常大 而且水溫高之後 會產生讓我們沒有辦法知道的蝴蝶效應 譬如說我剛才不是講嗎 我們現在整個從華南到台灣這一帶 有所謂的雷雨帶經過對不對 可是保證你知道嗎 在中南暴暖目前為止來說 是一片烏雲都沒有 一滴雨都沒有 一滴雨都沒有 而且目前為止是 籠罩了整個高壓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這上面全部都是 非常大的雲雨帶的一個情形 就是極端氣候海水高溫之後 讓整個這個對流 整個天氣體系都出現 我們無法掌控的這個狀況 難怪我們氣象中心的預報主任 就來講 他說現在全球平均溫度不斷刷升 不斷往上升 往上升的關鍵在哪 關鍵在海溫偏高 海溫偏高就講 未來我的正常溫度的機率60% 他就問你 煤雨季總雨量沒有改變 可是煤雨季可能更集中 強降雨發生的機率就會升高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來解釋說 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中國的那個對流雨會這麼的強烈 也就是說一旦氣候條件形成的時候 它吸的量會非常的快 吸的量非常快 下來也非常多 所以我跟你講 你看台灣最近剛好 這一帶又是高溫的這個地帶 海水高溫的地帶 當然就會讓這個所謂雷雨 產生可能會對台灣 造成更大的災害發生的可能性 我們台灣就是 造成廣東百年來最可怕的 災害的這個原雨孢 現在幹嘛已經到了台灣了 到了台灣 實在特別提到 這兩天已經碰到了 已經有點小小的災情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撐過來 比較嚴重的是 禮拜五禮拜六會越來越嚴重 但是沒有想到 中國可怕了 因為這邊 又有更大的雷雨孢形成了 而這個更大的雷雨孢 明天在廣東地區 又要降下更大的好大雨了 保雷哥資料一波不平 一波又棄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們昨天才跟各位介紹說 這個封面很幸運的 剛好停留在台灣的北部 沒有再下來 但如今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也是遭到這種強風豪雨 甚至我雨傘還被吹歪了 所以代表雷雨孢真的來了 但是最可怕的是什麼 包括廣東 包括深圳 這些地方他們現在遭遇到 保健一個叫做列車效應的東西 列車效應 對 就是當雷雨孢過去 對對對 但很不好意思 你以為過去後面還有第二輛 第三輛 第四輛 第五輛 有這麼多列車 對 所以雷雨孢持續的 走一個之後又再生成一個 又不斷的持續的 在侵擾這個當中 所以各位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就是廣東侵脈之後 暴雨的畫面 坦白講我都不知道 這是山紅還是流水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非常非常的可怕 你根本分不清楚哪邊是陸地 哪邊是住宅 哪邊是道路 只看到了什麼 滾滾紅泥 這根本撐不上水了 把所有所到之處 通通都襲擊過去 所以他們講原本五六月 廣東的北部有個東西叫龍舟水 沒有想到還沒有到五六月 光是四月所下的雨 已經超過突破歷史的天亮 甚至比龍舟水還要來得更大 而且他們現在預計的是什麼 預計是未來十天這個狀況保健康 不會停 雨還會繼續下 不會停 不會停繼續下 所以他們講這個 而且他說明天還是整個在大陸地區 應該講在中國廣東地區 是最強的時刻 對沒有錯 而且這個還愈發嚴重 所以他們現在呢 緊急出現一個狀況 因為天災大家難防 但最怕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禍在裡面 大家記不記得 過去發生雄安新區的時候 那時候做什麼事情 為了保雄安新區 所以讓其他人 洩洪 洩洪 所以他們現在講廣東 現在這個飛來俠水利樞紐呢 我們昨天跟各位介紹說 放了15個閘門 全部水利全開 甚至發了1.16億多的電 結果現在呢 包括廣東的居民 親圓的居民 正在控制說 會不會就是因為 你們把這個閘門通通打開 為了要保下游的廣州 所以害我們這邊 所有人做大水淹大水 所以以前這裡從來沒有淹這麼大的水 當然嘛 因為廣東地區很少會有這種 我們講大水淹過龍苗糧的狀況 甚至我們講 最慘的就是廣東陰德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陰德呢 原本是一個 我們講圓形的一個狀態 結果沒有想到最後淹成孤島 變成更慘 零零星星的 連陸地都看不見 整個叫蔑市 結果呢 就連他們的醫院 現在為了要進出醫院 受傷的人 這是醫院 這個醫院連地表都沒了 都是要泛舟進去 對代表水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消退 而且雨還持續下當中 但是受傷的人 受害的人 總是要把他送到醫院吧 所以要怎麼送呢 水沒退 我們只好乘坐著這個橡皮艇 現在在汪洋裡面 有這種獨木舟一樣的狀況 趕快把人送進去 陸陸續續的 所以他們現在講 這一座醫院 有如像是一座孤島醫院 對 被水包圍了 對沒有錯 而且各位 除了這個東西被水包圍在 其實不只是如此 你像陸陸續續 比如說像是他們裡面 有一個叫文風塔的 一樣也是一樣 出於這種全部放眼望去 反正通通都是一片汪洋 而且各位 不只是如此 大水那樣的災害 還有更多 為什麼 因為有一艘福州級的船隻 各位 他一樣大水暴漲的過程 你就想 雨萱你在講什麼 船本來就要行進在水上 對 船本來要行進在水上 但是沒有長這麼高啊 他這艘船開著開著開著 結果過了佛山九鄉大橋的地方 保陸運動車發生什麼事 撞橋了 本來我是要從橋底下經過 結果你現在水漲那麼高 多慘你知道嗎 到現在為止 只有七人獲救 包括船長 包括廚師 包括他們大富 還有很多人 四人 還是失蹤當中 然後他們現在講說 會不會是人為操作不當等等的 但現在官方主要判斷的因素 是因為 這個水 各位你現在看到 原本它的高度是這麼高 你要想想看 一艘船過去 要撞到 撞到它的防撞欄 是有多困難 你就知道現在他們的水的現象 是四處都外溢當中 所以 它現在天氣還這麼不穩定 山洪爆發 湧到這個地上 而且它就在退屑的地方 滿地泥林 對 各位現在我們在講的 因為我們講到華南這個地方 它是屬於雷雨包肆虐的地帶 現在山洪爆發 就是你各位看到 所到的就是整個村莊 已經淹得不成人形 甚至是有人有這種地下停車場 各位車子不用想 你就是放它走吧 為什麼 因為整個停車場 全部已經灌成水了 全部每一台車都變成泡水車 甚至有些地方算是還比較幸運的 水還有消退 那消退之後能清嗎 沒辦法 因為這就是在我們剛才聊到 櫻德這個地方 退了之後所有的東西 不只是水全部沾上樓刮牌 而且就連車子裡面 也通通都進水 那你說我現在如果去救的話 請問一下下一次水 還會不會再淹過來 根本不知道 所以這裡面車子被沖走了 攤車被沖走了 什麼都被沖走了 對 而且還包括一個地方 普天 還有一個東西被沖走 木耳 各位還知不知道木耳 木耳就是我們先前講過說 曾經發生過這種米酵菌酸 班克烈酸 隨便你怎麼講 那請看 這些數以萬計的木耳 通通都被沖走 不知道上面都會長出來 所以你看現在 包括機車啦 包括攤車啦 甚至是有人呢 行進到我們講山區的時候 跟我們台灣最近花蓮 發生的狀況有類似 直接滑落下來 所以還好最後沒砸到人 但是陸續這種景象 非常的嚴重 那這樣 這個能力保已經到了台灣 你說現在到了禮拜五的下午 禮拜六台灣會最嚴重 但在中國來講 25號也就是明天 是它的高峰期 對 這個其實這封辨系統 都是從華南過來的 所以說台灣這一波 等於算是今天晚上過去了 可是它這一波 來得快去得快 對我們來講 它在大陸造成的影響很大 那昨天其實我們本來 前天預判說昨天會靠近 結果它並沒有下來 昨天停了 昨天停在外面 就在廣東等更久 對 停了 都在廣東那邊頂久 它停了 然後昨天晚上才慢慢接近 然後今天很快通過 所以今天就變得比較涼快 那你看這個是現在即時的畫面 我們看到它已經快要通過 這個恒尊半島了 那過去了之後 就要等下一波 下一波的話 可是 所以我們這一波過去了 對 可是大陸那邊又開始醞釀 第二波後面這一波 你說真的像雨萱講的 像一般列車一樣 一般走了又來一般 對的確 這個是我們要注意的 那這一波對我們台灣來講 其實它影響最大的 大概就是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的話 大概差不多150毫米的雨量 那來得快去得快 當然來的時候還是有大雷雨 對北部來講的話 大概只有70到50 所以還算好 還算對我們這個蠻客氣的 那禮拜五會比較嚴重嗎 對沒錯 我們要注意到禮拜五的狀況 那這個是 那因為封面系統的話 它基本上過去的時候 它一定是吹北風 當它這個封面系統這樣子的話 它留了一段在後面 這個後面 後面的話 我們上次說是一個滯流風 在後頭 後頭的話 叫做運量 從大陸那邊 華南那邊 再開始運量 一波再下來 這個時候我們要注意到 後面這一波 因為這一波 我們這一波二三二四 它這個實際上只有一天 只有一天的時間 那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 這個中央防災中心 他們預報的是 從二十五 二十六號 二十七號 二十八號 這個等於說有三天的時間 都會受到影響 而且它會受到這個西南風上來 所以說 整個中南部的這個降雨 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中南部很嚴重 對 而且是從二十五號的晚上 開始到二十六號整天 那中南部的這個地區 因為受到中央山脈的阻擋的話 會很嚴重 如果我們再看下一張圖的話 它是更明顯的 這是氣象局 氣象署做的這個資料 中南部地區 就是因為西南風增強 因為整個大陸地區的話 它這一波也是 廣東那邊還是一樣 會產生很大的這個雨 那至於說下一波 可能五月一號 還會有另外一波 五月一號還有 對 就說剛剛講的 這個火車一波一波一波來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進入到 美雨的系統 它只是 春天的系統 它是一波一波的過來 對我們的影響 對大陸的影響 都很嚴重 這個是我們要 要注意這個狀況 那你說現在比較嚴重的是 明天在廣東 它還有更大的雷雨包 在它這個上空行程 對明天的話 廣東地區 剛好台灣這邊是一個空檔 這一波封面通過了之後 廣東這邊的話 它現在看到在 越南河內這邊 又是一個低壓袋在行程 然後行程之後 你看它現在已經開始閃電了 其實今天晚上就開始了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香港 這個 玉林 趙慶斯 對趙慶斯 這邊都在閃電 就是已經在開始醞釀了 但還沒有到最強的時候 最強就是從明天到後天 它這個雷雨包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它這邊就形成一個低壓袋 就形成一個封面 然後封面之後 到了禮拜五禮拜六 再靠近台灣地區 然後影響台灣兩天 再出去 所以說 中 這個 華南地區 我們台灣的這種 梅雨封面或者春天封面 都是華南這邊 醞釀產生出來的 然後東移出來 就對我們造成影響 這個都是 加上這一波 西南風 南來的氣流又比較強 西南氣流又比較強的話 對廣東 對台灣的中南部 都非常要小心地應對 這個情形 現在是剛好是 4月底這幾天 它 看起來大範圍的 這個天氣系統 它 還沒有形成梅雨條件 可是現在的季節 很變化 很怪 因為整個氣候在改變 所以說 看起來 感覺那個封面也是像梅雨 那實際上 它的這個 這個西南風 還不足以到梅雨的程度 可是就有類似梅雨的現象 所以說我們都要非常的小心 好 剛剛講的 現在 不是只有台灣 剛剛講 整個世界 都爛了套了 現在沒有想到伊朗 伊朗過去是很少有這種豪大雨 它現在居然 伊朗的東南部 現在是暴雨 又有山洪 對沒錯 為什麼伊朗現在會有這個 暴雨跟山洪 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我們前幾天的時候 在這個阿布達比跟杜拜這個地方 下的這個雷雨包 它往北移了之後 現在就來到了伊朗的這個 東南部 東南部這個地方 所以造成這個地方 包括說阿巴斯港 然後克爾曼 還有西斯坦 還有逼之路斯坦 等等的地方 下成暴雨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 這個目前為止 空拍土 這個地方來說 已經完全都被淹在水裡面的一個情形 不只淹在水裡面 你仔細看 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整個房屋 因為水太大 你看這個清真寺 這個是伊朗的這個 南部的街道 也都是完全淹水 他們都說 因為這個地方 大部分都是沙漠地帶 然後就是高原地帶 過去很少下雨下這麼多 他們說這樣 現在街道完全都下大雨 而且 因為我就講 這邊很多是高原地帶 所以很多房屋倒了之後 因為地勢比較高 所以說山洪大爆發 整個現在 整個伊朗東南部這個地方 幾乎都是滾滾的 洪水淹沒的一個狀況 這麼嚴重 對 那除了這個伊朗之後 我們再來看 因為伊朗我們前幾天 所以很多人都在水裡面 他們要拋省去救他們 對 現在整個伊朗南部來說 他們現在展開了 所謂的這個救難的狀況 因為太多人都被淹在水裡面 那很多 尤其是他們這些地方 都是開發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現在都在救難救災 還有在這個災後重建 現在等到這個洪水退去之後 展開所謂災後重建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 現在伊朗的水繼續在下對不對 可是保洁 這個前幾天的那個 杜拜的這個雨 現在已經沒有在下了 但是它現在洪水退不去 我怎麼這樣講 你可以看到 這是之前在4月 這個在4月3號的這個圖 那這是這幾天的圖 保洁那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看這個地方 過去一旦都是沙漠地的 所以就是沙漠對不對 但你可以看到現在 現在很多藍色的一點 藍色就是積水還沒退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杜拜 因為杜拜阿布達比這些地方 都是國際重要的這個轉運中心 結果轉運中心的時候 現在機場的水還沒退啊 幾千斑的這個水都 完全都沒辦法退 然後很多人都滯留 然後還有高達3萬個行李箱 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水這個起來的時候 行李箱到處亂飄 亂飄之後就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有好多人都完全沒辦法知道 所以導播仔一看是 但是你說這裡 這裡這藍色的東西 以前都沒有 這裡就代表 這一次下的雨還累積在這個地方 退不了 對 退不了的這個景 你看這個非常明顯 這兩個圖一比較就知道 之前跟之後 現在都完全這個樣子 然後結果有人就說 怎麼會這裡 怎麼會杜拜這麼嚴重呢 因為保洁 過去一段時間 他們的確這一次是一天 下了整個全年的雨 是沒有錯 但是如果以過去這個沙漠地帶的話 其實它很容易就排掉 就可能就是這個下面 因為本來土地就比較乾 可以快速吸收掉 而且過去杜拜 其實它有相關的這個 或是阿布達比 他們有相關的排水系統 但是這幾年 因為他們開始大興土木之後 然後開始蓋馬路 蓋馬路之後 馬路沒辦法吸水 馬路沒辦法吸水的時候 所以目前為止 就完全排不掉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這個機場 或是很多地方來說 排水都沒辦法排掉的一個狀況 而且現在是動不動了 你只要一下雨 因為他們建設太多了 一下雨的話 你看這是今年二月 一下雨就完全就是 積水的這個狀況 今年三月也曾經出現 這樣一個情形 而且現在四月又來的暴雨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 一個從來不淹水的地方 現在到處 到處淹水 他們覺得很奇怪 那這也是極端氣候的影響